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D列印机里面的喷头组结构介绍以及故障排除维修 那一般呢,我们在使用3D列印机的时候呢 往往都会遇到喷头组有故障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状态的问题 那今天就是要来教导各位说 当你遇到这个异常的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去判断说 它里面哪一些部位可能会有损坏 那我们要去做更换 或者是说,它可能整组没有办法使用 我们必须要整组拆卸下来 然后整组做更换 今天就会来先介绍一下部位 各部位它的名称 以及说它的用途是什么 再来呢,我们来看说异常状态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排除它 那这边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去看下去啰 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各部位的名称 首先呢,是送料系统的铁浮龙管 那铁浮龙管呢,它里面是中空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耗材权呢,会从这里进入我们的喷头组 进来喷头组之后呢,首先会先经过一个转接头 那这个转接头是一个快开的转接头 一般呢,是跟铁浮龙呢,做结合 然后,它的前端这里呢,会锁牙 锁在火管这里 那火管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火管的用意在于说,它要做一个散热的动作 所以呢,我们在3D电机 两侧一般都会有散热风扇 要让火管冷却 因为PLA呢,我们在列印的时候 尽可能不要让这个地方有高温 那如果有高温的话呢 我们的耗材有可能在里面溶解 那溶解,一旦溶解又凝固之后呢 它有可能就会卡在中间 所以呢,火管的设计在于说 当我们料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它碰触到喷头之前呢 它都不会做一个热变形或热溶解 所以这个设计的用意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的铁浮龙管呢 是直接穿出这个地方 我们各位看一下 它是穿到最远端这个芽的地方 让它露出来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是 让我们的耗材呢,晒进去之后 它才能够直接的呢 进到我们的喷头组里面 那再来 前端这里呢,就是一个加热块 那加热块呢 最远端是连接着我们的喷头 所以呢,加热块呢 是跟喉管是做所附的 像这样子,它是有罗亚可以去做所附的 那这边呢,还有另外两个小零件 一个是加热棒 加热棒最主要的用意在于说 它会做温度 那温度传导,然后再传导到喷嘴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是温度感测器 那温度感测器呢,在于说 它要感测我们现在 喷头组的温度是多少 所以它这边都会有两个接头 接到我们的基板上面 那这里代表说 当我们的加热棒 或者是温度感测器 其中一个损坏的时候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裂印的 那相较 当我们的喷头堵塞了 或是喉管堵塞 一样也没有办法做裂印的动作 所以 一旦我们的喷头组异常损坏的时候呢 我们的3D裂印机呢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作动的 所以这边呢 等一下会来介绍一下 我们遇到的异常呢 怎么去排除它 怎么克服它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首先呢,是温度异常 那温度异常呢 一般会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呢 是你把你的上映烈印机打开 可能你在做预热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裂印的时候发现 温度一直没有办法往上升 也许呢 它一开始是190度 但是 开始裂印的时候呢 开始往下降 降到170度 导致 送料呢 送不出来 形成毒料的情形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是你的加热棒 它的这个地方呢 加热棒损坏了 那另一个情形呢 是当我们的温度感受器 损坏的时候呢 你的3D烈印机就会显示说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读取 你的喷头组的温度是多少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了 它的一个异常状态 没有办法做裂印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 那当然 我们可以从 显示值来判定说 是哪一个损坏 如果它显示 读取不到你的温度 代表 温度感受器坏掉的 那它如果 显示值呢 是没有显示异常的 但是你的温度一直上不去 然后就代表你的加热棒坏掉 那加热棒跟 温度感受器呢 我们都可以各别去买零件 来做更换 那如果呢 你觉得这一方面比较困扰的 也许 你也可以直接 买整组的 喷头组 直接做更换 这也是个方式 那一般呢 供应商或厂商都会比较建议你 整组来做更换 因为他们可能 这样子呢 在做维修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其他问题 像温度感受器呢 这个部分 它的线是非常细的 如果你一不小心 有可能把它用 断掉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当然你如果有 自己会更换 想要自己换换看的话 也许你可以 特别的买加热棒或是温度感受器来自己做更换 那前提在于说你的规格要一样 那我们在买来做零件的更换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些运用 那这边让大家参考一下咯 接下来呢 是堵料的异常排除 那一般会堵料最常发生的呢 就是喷嘴的地方堵料 那为什么它会堵料呢 就是一般呢 我们经常在列印的时候 有一些物料呢 有可能我们从画面上看到 有可能在送料的过程 久了之后呢 有些料呢 是凝固在喷嘴内侧 罗牙的内侧的地方 所以导致说 它这里的孔径越来越小 导致我们的耗材卷 就算加热之后呢 它也不容易把料送出来 或者是甚至料送不出来 形成堵料的情形 那堵料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从送料系统呢 就可以听嘟声音 它会有咚咚咚的声音 就代表说 你的料可能堵住了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喷嘴如果堵料 一般呢 它不算是异常的状态 好因为喷嘴它属于耗材 好所以呢 耗材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 就会直接做更换 好那一般我们在列印的时候 好什么时候会堵料 或是要更换是不一定的 好那一般可能要看你使用的情形 当然你越常使用呢 有可能呢 它就是越常要做更换 好那这边呢 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咯 接下来呢 是火管堵料 那火管堵料 一般我们会遇到的情形就是 当我们的耗材卷呢 我们进入喷头组 你发现说 你怎么推 你的耗材呢 说出不来 好就算你把喷嘴都拆掉了 你也发现说 你的耗材还是没有办法被挤出来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你的 火管的地方塞住了 好像这样子你都把喷嘴都拆掉了 好它这里已经一个空的了 但是你的耗材还是出不来 那这时候呢 就有可能是中间这个地方 好有线丝啊 或是耗材跑进里面 好形成块状的硬掉了 好所以导致说 你的线呢 是出不来的 那有可能的情形就是 你可能在换线的时候 或是下次的列印的时候发现说 你想把线呢 抽出来或是 把它挤出来 都没办法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 火管堵住了 那一般火管堵住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大维修了 有时候甚至 是没有办法把耗材卷拉出来的 好像这里呢 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好拉是拉不出来了 甚至拉到铁浮隆管都变形了 好还是拉不出来 最后铁浮隆管断裂 这个等于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好那一般呢 我们都会用一根 棒状的东西 尽可能呢 你把你的堵掉的地方呢 把它推出来 如果它推得出来呢 那你的火管就会顺串 如果怎么推都推不出来呢 好有可能你要把整支 铁浮隆管呢 把它抽掉 然后换一个新的铁浮隆管 好那可能 一般入门或是出学的人呢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方面的维修 那你也可以考虑了 整组把它换新的 这也是个方式 好那这边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接下来呢 是综合异常的排除 那综合异常呢 其实我们就是从几个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好第一个我们从荧幕上 如果它有显示是 侦测不到温度呢 代表的是这个地方 溫度感热器损坏 那如果你的温度一直上不去呢 就代表加热棒损坏 那如果你的线呢 一直出不来 或是出来的时候不顺畅 好就有可能 我们需要去更换 喷嘴 那假设你喷嘴也更换了 料还是出不来 就代表喉管毒塞 或者是呢 我们的料进不来 也出不来 好就代表喉管毒塞 好那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几个方式呢 来看要怎么去排除它 好那这里呢 详细的地方呢 前几章章节呢 都有讲解 有兴趣的人 可以往前面去观看 好那这里呢 给大家做个说明 当我们的喷头组呢 遇到的异常呢 先不用太紧张 我们就依照我们看到的情形 以及荧幕上显示的状况呢 来做排除 好那我们也可以试着 尝试自己来做更换 试着拆开第一颗螺丝 踏出第一步 其实维修呢 或排除异常是没有那么的困难的 只要你把第一颗螺丝拆掉之后 其实后面慢慢的就会顺利了 好那这边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啰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 关于异常排除的部分 好那这个地方呢 你在异常排除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般呢 是不会 一直都准备一个喷头组在旁边的 有时候你可能准备喷头组 它一直都没有损坏 然后放置太久也许它就坏掉了 也说不定 所以一般呢 我们不太会去背一个喷头组 好那一般我们会讲 最常背的一些就是耗材 那耗材的话呢 我们以喷嘴是最常见的 因为喷嘴呢 时常做更换 而且呢 它在里面的故障排除维修里面 是最轻松的 我们只要把它松开 再锁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的喷嘴呢 是会做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背品 那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准备通针 那通针的用意在于说 我们可能 插进去把它通一通之后呢 也许你的耗材 就可以顺畅了 那当然这不一定 有时候呢 就算通也不一定有办法 把它通过去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运气的 那基本上呢 能够通过去的几率也不高 那你一样可以准备通针 那有时候呢 可能一些小排除 也许能帮助到你 你就不用再更换喷嘴了 那再来是接头的部分 我们在送料系统的最 路口的近端 跟远端 两个规格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呢 我们在火管这边呢 是比较不容易做损坏的 比较会损坏的呢 是在马达端 好 脊柱基端的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直不停的做磨耗 所以呢 它有可能 这个地方呢 会松弛 那松弛的时候呢 就会没有办法固定我们的 这一个 尼龙铁浮龙管 那铁浮龙管 如果固定不住之后 它会脱离 那脱离之后呢 我们的送料系统就会 无法把料送进去 那就会导致你的料一直在 外面一直做卷曲的动作 有时候你的线呢 会打结的相当严重 甚至断裂 好 那这边呢 就是要去做 更换要注意的 一般我们最长呢 就是 接头 以及喷嘴 好 那这边让大家参考一下咯 好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 拜拜